已经停征将近有20年的证券交易所得税 现在传出复改会打算要恢复课征 而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今天台股一开盘就大跌超过了120点 后来行政院长吴敦逸在盘中亲自出面消毒 他强调这项计划还在研议当中并没有定案 所以尾盘才拉台回涨 中场只小跌了三点 真的吓坏投资人 国际股市没有出现利空消息 怎么台北股市一开盘不到5分钟 指数像溜滑梯一样一路向下窜 重挫超过120点 原来市场传出证券交易所的税 可能要恢复科征冲击台股 为了稳定投资人信心 行政院长吴敦逸亲自出面消毒 学者们在复改会当中发表的意见 在其中报告提出来的三项而已 会不会负增也不知道 会不会局部负增也不知道 现在都还早 台股尾盘拉回只小跌三点 大盘指数还是站稳7500点 正当台湾经济从衰退中逐步复苏同时 抛出这项议题也难怪股市反映这么大 其实证券交易所的税是不是要恢复科征 是目前行政院赴税改革委员会工作小组的研究项目之一 停征将近20年 是否赴征一直无法获得社会共识 回顾民国78年当时财政部长郭婉荣对企业跟个人全面开征证锁税 结果自己以下台收场 科征也仅维持一年 你真的要克税的话 那是不是亏钱的时候政府愿意补贴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政府不愿意补贴亏损的钱的话 那我赚的钱还要分给政府 那当然就会减少说资金投入股市的一个这个意愿嘛 市场人士认为在目前MOU签订态势底定 这上年底选战疆界一连串的利多可齐 这个时候执政党如果再抛出政所的议题 不是明智之据 短期内应该不会恢复开征 记者张金城博裕台北报道